马上隔开距离 不过歌迷也很期待 年底跨年 Jolie有没有机会开场 我以为她不辛苦 因为 听传表不外 Jolie没有通过太多 一切都还在规划中 不跨年进入倒数 传出田富珍邀约不断 田富珍才刚拿下金曲歌后 传出价码为时五百万 目前有五家主办单位找上门 但筹备新专辑的她 此时没有发应 最有机会的是她们